入户道歉 所以私作业本这个东西无法录行 最大的问题是作业太少 你一块钱一本的话 最起码等一下老师给你布置个一万本 来看下一个果园捆绑上 同性恋男子夜床果园 性侵守缘大爷 差点大爷 现实吧 还是熟悉的配方 再试一把 上把那个效果 好吧 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碾碎他 哈哈哈哈 梦想就是最无人的环境 安静了在我这边的梦里 你敢回抗我的意志 我爱的杀爱人 终不容易 你再多谢我 努力就有结局 我今天研发出来完美克制探鱼手的打法 而且打法的话优势会更强 秒AD会更快 只需要0.5秒 原本只需要 原本需要1秒的 原本只需要1秒的 这个新打法 秒脆皮只需要0.5秒 揍的一下 他就当场去世了 我感觉这个探鱼手对我限制太大了 最先研究出来的 上把试了一下 效果很显著 很明显 夜市打法 工业革命 这个拳头 除非把打野这个位置伤掉 布兰斯制裁不了我的 这上路得抓一下 这恶心人 上大为人带虚弱 本来这时候人一辈子都打不过他 问题是很痴懒 你不看我带什么天赋吗 你还是太年轻了呀 小伙子 你觉得你都想得到这个问题 我会没想到 看我带的什么 来给个溜溜球 一手直接插起他死了 这线这么长 让我来 Force不拉 一血拿下 怎么办 讲道理我想吃这个蟹 但是狗熊不让我吃 二威尔能不能打 可以 红Q试一下 完了 他这波得死 一Q插起秒掉 秒杀 谢谢成仙 再A一下 我再A一下 nice 加300蓝 舒服 三分钟1000点蓝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起飞 再控一手下落的河蟹好吧 哇 哇这气垫神仙太好用了 再控一手下能不能抓下 这下落怂了呀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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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titles 他未遇到 消失我 对 拥入 他这不是出唾 奴 Bea 后 鸡 再抓一波 怎么时候人又被压等级了 他这个兵还没吃啊 我刚才都没蹭他经验 咋回事啊 帖子 怕他太难打 连他经验我都没蹭他 没有蓝没关系 我再刷个能蓝又来了 他这边有眼闹一下 这个线这么长 来 给个溜溜球 溜溜球 哦 他死了 这无人要用意推我们了 别急 别站在墙上 他要推我了 我先黄金圣盾减速 等他推我 不推 直接溜溜球 对 大地震撼拍死 这波 我们为什么要不吃头 因为我们要吃冰了 拉头不吃冰 吃冰不拉头 共同发育 共同致富 走向小康生火 这波 可以再埋伏一下 这波假装走了 我再杀一波 维恩 这维恩应该到线上了 假装走了 这一眼有残留视野 来 大招 大 给个R 我卡一波视野 他的狼应该够丢一个大 刚刚好 他这边可能会准 来 势不可胆 可以 这波虚弱骗出来了 而且 这个维恩又值钱了 可以 这波不亏 很赚 我们还有助攻可以拿 原本这个0-3 我来杀他的话只有个100了 但是 经过我们这波石油轮的合理理财 他又变成了300 而且 我的大还没给 我们石油轮还有 我去 中路补下线 狗熊打野 这狗熊是否等级应该有点低 他应该才 5级吧 4级 4级狗熊7级皇子 这啥玩意儿 我马上8级了 狗熊什么时候交的闪 我有点忘了 但是他虚弱没有了 狗熊是不是在塔后做演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我先溜一下 吃真野 来 钓鱼 1 2 3 4 第四下 用2 宽主 一个溜溜球 闪现 撞死他 再Q 插起来 再A一刀 再砍一刀 双杀 Double Q 再扣一手 和血 对 这是大和血 直接起飞 这吸油鬼别让赛拉斯过来 我吃个果子 走一下 这时候能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已经茁壮成长了 甚至等级马上要反超了 他还有大没给 要不然再抓一波吧 先锋开一波上 来来来 来来来 兄弟 相信我 我们 共同致富 这波维员没闪 没有大 直接撞他 可以 上当维员这种 英雄就得抓 知道吧 还不要吃塔皮 给我发育 好兄弟 这时候呢 应该是查过我们的战绩了 不行啊 这样搞得我脏兵一样 我马上有炭云手了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炭云手要出来了 哦 还没有 那没事 这时候能去游走去了 这不不杀伪员吧 我们装备没更新 这他虚弱好了 这不秒不了他 你这个眼卡住了 这个系统bug真的多 我怎么买装备 这点不了了呀 我只能在别的装备里面 找小剑这样子 来个cd海浪大好的快一点 可以了可以了 打野刀我们不生的 待会得卖了 我不缺两个 一刀秒待会 我在我在 我在 就是你叫狗熊啊 我这装备 我这装备 拆塔很快啊 两件穿 穿甲了 背一下一层皮 单场就脱下来 200220可以 看探圆手有了 这波没有先锋也能吃个四层 我这个双窗 拆塔太快了 来来来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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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别给他走别给他走 你忘了这个维员是怎么搞你的吗 你忘了这个维员是怎么搞你的吗 你看我都 减速 再减速 没了 对吗 给你吧 我不要了 回家卖刀 感觉这个皮可以再拆掉 可以再来把刀啊 等一下 时间不多了 再来把刀再来把刀 不来 你没事 一我脸上干嘛 哇 这个打法感觉真可以 回到那种黑暗收割的版本了 你们知道吧 有一点那个味道了 来个把刀卖了 来个夜了 这无人 他就溢不开我了 不缺蓝 你们肯定会问 你这个打野刀卖了怎么有蓝呢 你看我带的啥呀 最大法力值加了500字还不够用吗 1200的蓝 这无人他又养又值钱了 13次收一个头 13次收一个头 可以 很合理 之前老师补现太亏了 这个就没没烦恼 好 30冷却 我去找发这个狗熊 这游戏体验也太棒了 这游戏体验也太棒了 3-0的AD 就一刀的事情 这就是AD吗 没打野刀经验不会变少吗 这个点他加的经验影响不大了知道吧 这野怪会随着等等等等级的增增加而增加经验的 这时候加的经验在你高等级的时候你多经验已经影响不大了 我觉得相对于打野刀加的经验来讲的话 这兵线加的经验跟钱会更多一点 10级之后 其实9级之后加的就不明显 但是还是有点影响 10级之后加的基本没什么影响了 他怎么偷我技能 偷我技能我这个夜能抵消不掉吗 感觉伤害有点低 我回去出个巨型 第2个先锋性价比不高 我不是很喜欢拿 第1个先锋可以拿 第1个先锋可以理财 第2个先锋理不了财 他性价比就不高了 所以我推荐你们拉龙 我这个装备这样也不需要大吧 我这个巨型开下有300点额外伤害 我这大招也才600点而已 这一地人呢 不应该跑这么快的 看我这个12级刷也加的经验也高 没啥影响的 有打野刀的话 这波经验应该加的是240左右 少了40点而已 你直接刷也加200点 也就是少了总经验量的五分之一 没什么影响 少个五分之一影响不大的 我今天还是只能抵消一个 来个875 这卡在后面等我出来 可以把风龙给收一下 这边都没空龙的吧 空了一条水龙 这波伤害低了一点 找了一个电行家 那个木楠 直接大三个可以 能打得过吗 卡莎直接秒了 哎呦差点意思呀 那咋整赶紧去把龙给收了 EJ操作起来 往后拉一下 可以可以打可以打 勾引一下勾勾引一下 他灭了 他灭了 他淹没空 他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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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接着 他灭了 我灭了 他灭了 我灭了 你灭了 你要的灭了 他们多灭了 我灭了 你灭了 你灭了 他灭了 他灭了 叶刃有了 大龙吧 这个版本 打野等级等比上单高很不容易啊 兄弟 哎呀我怎么少了一个 哎我说怎么伤害不对了 我怎么买夜嫩了 我不是买的那个吗 我不是买的幽默吗 哎呀我刚才少了18点穿甲 我说怎么没给他秒了 哎呀这波失误大了呀 我刚才这个穿甲一刀他就应该躺地上了 我这样的话这个穿甲收益完全没掉这18点穿甲 这样的我只有2800怎么办 2800算了我直接来个红青鱼好了 怎么我卖了不给我买呢 这样可以 有格子带针焰大龙团 我们这个打法的话最好30分钟以前结束 不要拖 这打法只能打30分钟 这文言没虚弱了 这文言没虚弱了啊 也是他杀了我他们全得死了 还是这个文言点我不行 待会得杀他 待会我宽住他隐身怎么办呢 这个铝毯在我的R里面补个R就行了 把这大龙收一下啊 他在我R里面补个R就行了 这样的话这个狗熊进不来太坦也进不来的 这样我即便被他挂虚弱第一时间没秒上 补助补个控制等他Q翻滚结束 又可以继续快乐的秒他了 买个买个表吧 我这个东西就是自爆卡车这种搭法 反正我再宽住留住你把伤害打出来 你杀我也没有用的 这队友可以收割这样 来啊 还有两个没护活的埋伏 这边没有没眼没眼接过来 这边刚才还有两个在家里面呢 我可以秒的太坦我觉得 但是我就觉得伤害可能会少一点 直接秒了可以一波了 他怎么拉不了左边了 我直接退了 有金啊 死不了死不了 对不起啊